小朋友即将开学要小心肠病毒大流行 卫生署公布新增一例71型重症个案 一名一岁男童虽然已经痊愈 但专家忧心预估下个月恐怕会大规模的流行 尤其是下星期中小学托育机构陆续开学 学童之间的互动容易使病毒传播 提醒家长应该要紧记得这个生病不上学的观念 以免传染到其他的同学